那種社會的弱勢則好 不是施捨 不是憐憫 是保護自己 為什麼 你現在不照顧他 他十年後 二十年後 就是那些強姦犯 殺人犯 日前在嘉義開獎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 柯文哲再度語出驚人 聲稱照顧弱勢 是要避免他們成為殺人犯 但還不止這個 就連高中職衛生學也是潛在吸毒者 甚至是未來的殺人犯 完全忽視眉生學背後的各種因素 柯文哲這習話立刻引發批評 有網友就說 國中畢業就等於毒蟲 這人骨子裡就是滿滿歧視 不讀書就警察列管 到底活在什麼年代 還有人開酸 這些人不是前陣子 才來幫柯黨充人氣 社長 這些歧視性的言論 不符合我們大家對於政治人物的 一個期待 沒有任何一個統計資料 可以去證明說 這些弱勢或貧窮的家庭 他們未來變成殺人犯 或者是強姦犯的比例是會比較高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標籤 這其實是一百年前的社會福利思維 社福團體也出面痛斥柯文哲 強調照顧弱勢 目的並不是避免犯罪 而是要創造更健康的社會勞動力 賴清德進辦高分被開槍 他把弱勢跟犯罪畫上等號 那這個是非常歧視人的行為 那我想柯文哲應該要為此道歉 柯文哲主席要強調的是 社會安全網的建立 呼籲大家多多關心他人 放下冷漠 面對質疑柯辦趕緊緩家 柯文哲是要呼籲關心他人 但這句話似乎跟柯辦說法 感受不太一樣 不是施捨 不是憐憫 是保護自己 三重黃燕姐熱播台北參謀道